很多年轻人 他反应就是说 你们能不能说说拖延 说那么他既然有这个反应 就说明了他不能自控 他就说拖延这个问题 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 没有他先 已经肯定不能理解 谁让你迟到 你不拖延不就完了 但是很多 我记得你写过 你说过一句特别经典的话 还是好早以前也是在棚里面 有一天他就迟到了 然后他进来一看 我炸店已经全化完了什么的 然后他说 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首饰是众美德 然后他就给我接了句 他说那我就一个劲的缺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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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我的拖延都是说 比如说12点准时出发 好 到最后5分钟的时候 好像需要一个仪式 就比如说 我再喝一口茶 或者说出门的时候 我要找一种心情 我不完成一个动作 好像这个门就出不去 而且它确实有5分钟 但当你这么一晃 就20分钟了 就20分钟 我也这样 你不是说你没拖延症吗 我这叫不叫拖延症 我觉得你这叫强迫症 对 这不像是拖延症 你说的这个情况是 因为强迫导致的拖延 大部分生活中 常常讲究仪式感的人 比如说干一件事 我要喝口茶之前 我得先把这个杯子怎么放 然后所有东西都对了 我才能喝这口茶 有这种仪式感 而且仪式感需要特别多的人 多半都是强迫症 这些都是借口 因为你那个仪式 你不是只做一次 每次都做 每次都做 你大概知道 那个仪式需要多长的时间 你这要把那个时间留下来 所以按逻辑来说 不会因为这个仪式而拖延 有时候只是技术问题 有那个拖延的连锁反应 连锁那个不良效果 怎么说呢 我上回也是录源桌 说起来不好意思 我迟到了多久 三个小时 没有 除一二 导致那天取消了 我发律师信的道理 那个迟到了半个钟头 反正我一进来 我重点在于说 我拖延之后 你有什么反应 上街要加火迟到大摇大摆 一进来 你们来了 这样子 兄弟们都到了 没错 闻到这个迟到知识法 应该教教大家 他有气度 你知道吗 就是他 你比如说我要是迟到进来 就跟贼似的就进来了 你哪有 你记得我上回是 闻到一进来 大家都来了 等我很久了吧 我们感觉等他 好像还要等的时间 还不够一样 我才是典范 记得我进来的时候 那一天你不在 我进来是干嘛 鞠躬 这几度 45还是90 90度鞠躬 对于每个人鞠躬 都不好意思 那我那一天为什么迟到 我刚说拖延的联手反应 为什么这样拖延呢 因为我前面的事情拖延了 我上厕所上不出来 上厕所拖延了便秘 咱们最后是老年人 保健时间吗 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这个节目 要往养生方向发展 对我们这个节目 也应该囊括养生部分 就是特别是 将来都是这么做的 而且他讲的 还真不是开玩笑 很多人的拖延 是在最后一下上厕所 错估了生理的时间 这还真是 当然多鉴于中老年 我们这节目越来越合适 中老年 我重点不是讲我便秘 那一天的便秘 这不是重点吗 你就是为了这个 重点是说拖延往往是技术问题 连锁反应 前面的预估时间 没有估算好 而我为什么拖延会鞠躬呢 不像他这样大油大白 因为我有羞耻感 我羞耻感是 你意思就是说我无耻是吗 不是 因为你 我这样说吧 我比你幸运 我碰过受人家教训 而且年轻的时候 三十来岁吧 我回香港 美国读完书 那时候很风光 有些香港媒体节目去 那有一次我拖延了 我忘记什么理由 我去一个电视节目 几个人了 三四个人 我迟到 我迟到十五分钟而已 那现场有谁呢 黄瞻 知道瞻瞻嘛 已经过世了 前辈嘛 他是我父亲朋友 我一进去他给我教训 很多记者嘛 他走过来 你知道黄瞻讲话 总是先把笑声 笑哈哈哈哈 唱海医生笑话 唱海医生笑话 这样走过来 我还好高兴 啊 金梢 金梢 这样 他就那个 一边笑一边教训我 故意说 张辉啊 这么年轻啊 你那个面子大好 让我们在等 我们都在等你这样 在所有记者面前这样说 哇 我脸都虑了 就不给人面子了 没有 那我晚辈嘛 教训 他是我父亲的朋友 然后他在那部资深的 他教我是塞浅进我口袋 对 那我觉得很难看 然后呢 张输厉害啊 马上我也把他兜回来 然后又哈哈哈哈 塞浅这是年轻人跟你开玩笑 耍你一下 调侃你一下 这个会教宰 不是不是教宰 会教小孩子 会教晚辈 但是你一说这站出 我一想啊 真的应该像我这样的人 多听听这个 从海也信息 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应该好一些 我有时候觉得这个 你知道好多科学家 有拖延症 而且进入现代机器工业 乃至于更精密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出现一种 就是你说的 也可以叫强迫症吧 就你比如说 有时候我出门 会造成一种崩溃 你知道吗 就最后出不去 出不去 我也有 你知道 你听我说 他事情是这样的 我当然后来要跟朋友道歉 但是我道歉 我都得撒谎 就是我不敢说真实的理由 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解释 你知道我今天可以跟你们坦白 一个什么事情 就引起车祸现场了呢 出门还差五分钟 你知道我有很多眼镜 对 对吧 那好 我选一副眼镜 通常我会花十分钟 这个我是知道的 那么比如说一点钟出门 那么我中午12点50分 看差不多12点50 我就拿好 找一眼镜 一戴 这个 好再换一个 哪个更好看 但是后来我发现呢 他的好看和不好看啊 跟我今天穿的衣服有关系 我心里想说 我更喜欢这副眼镜 但是这副眼镜呢 跟我今天这个外套的颜色 不太搭配 所以说呢 我就换了一个外套 后来外套跟眼镜是配上了 但是我发现 我这个外套呢 跟我已经穿好的裤子 又不搭了 然后呢我就去搭这个这个裤子 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有点不太协调 哎 要不这个眼镜再换过来 两个小时过去了 就是你记得吗 我能 我能 我从来没有发现你换过眼镜 我没有留意到你 这就是义军的可爱 你知道吗 那这个 当记者的不是要留意细节吗 因为他都看着我 哎呀 对对对 他完全对了 你说对了 他对男人是完全没有身体方面的 外貌方面的审美的 所以就是义军有内涵 那我在骂我 但是我跟义军 我跟你刚才讲 我们在圣托里尼岛 你知道拍那个《强强行天下》的时候 遇到希腊当地的一位杨老师 对 一位神奇的嘉宾对吧 我就记得当时呢 谈到了拖延症 这个杨老师是个研究这个 希腊哲学翻译河马史诗的 所以我想 我想跟文道提一提他的观点 他说呀 拖延症 你看他一杆子直到底 他说拖延症是一种死亡恐惧的表现 哎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他说你看这个人呢 他怕死 所以呢 他是本能的 把每一个事情啊 都往后拖 他有那么一个潜意识 哎呀晚一点晚一点 死也晚一点到来 对 这个话其实是弗洛伊德本人都说过的 他书里面就写过这个问题 他写过拖延症 是对死亡的推后吗 哦真的 对是有这个讲法 可是问题是 什么叫拖延症啊 就拖延症我们就是看的病症 觉得如果有人常迟到 我们就觉得这叫拖延症 但是这个 这只是个真相 其实科学点讲 你最多说这个人总是拖延 真正造成他拖延的理由 其实很多种的 比如说有的人 是根本没有时间观念 有的人是怎么样呢 有的人是 可能像你刚才讲的 有强迫症带来的仪式感 使得他不完成一些仪式 他没有办法出门 或者去干一件事 还有一些人是怎么样呢 我形容一个词啊 就是要妥贴 你知道吗 就是今天心里啊 今天出门的时候 各方面的就要整好了 就像一块布啊 要运平了 不能有一点皱褶 妥贴这样出门 我反而觉得 对是 但换一个角度 同一个感觉 我是恐惧 就是 最好就出门这件事 再晚一点 再晚一点来 你就怕出门 就我就是有的时候是分事儿 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什么活动 其实或者要见一个人 其实我不是那么想去见他 或者我不是那么愿意去参加这个事儿 我肯定迟到 就是会你会不太想出去 迟到这个 其实你有个心理暗示 就是你不想去 你这个现象 待会我给你找共鸣啊 就文道刚才还没说完 除了这个呢 我觉得还有一种 就一开始你说年轻人来问这个问题啊 我遇到了很多年轻人 其实他那不是拖延症 他是什么 他是有时候 因为上瘾别的事情 导致他拖延很多工作上的事情 我发现很多时候是这样 比如说 有一些年轻人晚交功课 晚交作业 或者该做的工作没做好 你发现他干嘛了呢 他为什么会拖呢 是因为他在上某种瘾 比如说上某个游戏的瘾 或者在上一个网上社交的某种瘾 我真的见过很多这种年轻人 因为打游戏 以前我教书的时候就遇到过 我不知道你没有遇过 就完了个通宵 那功课不就晚交了吗 就什么东西都会拖延 拖延的理由是因为他对别的事情 更加投入更加专注 我没有遇过我本身就是这样子 真的 完了通宵 可是刚刚文涛说到拖延跟死亡 让我想到一个相关的事情 我看过一个最哀伤的小说 其实我没看那个小说 我看北京的作家 在北京的作家芷安 他在一本书的序里面写过 我引用那小说这是死亡跟拖延 很哀伤的 他说一个欧洲的作家 大概的故事是说 一个人做生意的 离开家里老婆小孩 去另外一个地方做生意 他刚去那边一开始第二天 第一天当然没有去谈生意 去寻欢作乐 昨晚又晚喝酒的 然后第二天收到他家里的旅佣 过了两天收到家里女佣写了一封信 他打开来看前面一页说什么 哎呀很悲惨 你儿子掉进河里死掉 他看到这里很难过了 他做什么 他把那个信收起来放在抽屉 然后继续去寻欢作乐 继续晚晚了三天 然后晚了三天之后才再打开抽屉 把那封信再打开来把它读完 后面写得更惨 那你老婆很难过 儿子死掉了 他也挑何死了 老婆都死了 然后这样那个男人都看完了 把那个悲剧都看完了 然后他自己在酒店房间上吊自杀 那很哀伤的故事 那子安加了一个他阅读的注解 我觉得注解得很好 他是说生命说破了 其实还不是这样子 我们尽量把不好的消息押住 拖延不要面对它 不管你是面对不想面对 你要出门要见的人 其实根本不想面对 或者说死亡 拖延把它拖 拖到最后拖不了了才面对 生命的过程就是一个拖延的过程 但是有的时候恐惧的也不一定是死亡 就你比如说像文道说的 你说的我就想到这个小助理的苦恼 你看我现在用的都是李佳琪的语言 就是我们那个比如说小助理 他苦恼的是比如说我要让他做一个文案 他就跟我说文道老师为什么 为什么我一定要拖到最后一天 他说我简直他说我就 我知道可以第一天做 但是你让我第三天交 我就想到最后哪天夜里 拖到不能拖了才要做 他说这个我怎么都没办法 这里面有两件事 一件事是你刚才说的 就是说这个人实际上是一种此在的动物 此案的动物 咱就说的就是当时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那么他有他喜欢做的事 比如说看剧干嘛 那么他他在这个当下 那个挑战那个压力毕竟还没到来 没到来呢 活在此时此刻的我呢 宁愿陶醉在我喜欢的事里 其实是掩耳盗铃 其实是鸵鸟政策 就没来没来反正还没到 然后拖到最后不得不做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 为什么那个他不做呢 有的心理学家认为 就是有一些案例表现出是自信心不强的表现 就是有些人他实际上是惧怕压力 惧怕挑战 惧怕那个竞争 比如说演讲比赛要来了 哎呀 这个准备演讲稿啊 或者什么的 其实他是盼望 那当然是个折磨 是个考验 那个东西呢就是 所以说对峙的方法 我也见过 对峙的方法就是说啊 你要藐视困难 就是其实就是提振你的自信 就是说那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个小赛一点 但这个对有些人来说就很难 因为他觉得 哎呦 那么大的一个考验要到来了 其实你说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他这心理压力 他也会有本能的这种 有一种拖延心理 这个但这种拖延啊 其实他就是什么 其实说穿了还是恐惧 为什么呢 你沉醉在今天让我愉快 比如说你刚说那个故事 我继续循欢作乐 好像把这个坏消息往后压了一样 其实你还是恐惧 你是恐惧那个坏消息 而所有的恐惧在刚才讲的 最原始的精神分析学派里面看来 都是死亡恐惧的扩散或者投射 我们对所有坏消息的 我不想面对的困难的那种 想拖他想他晚一点来 其实都是跟对死亡的恐惧相关的 那么好了有这个恐惧 那我当然要一些 我能够忘记这种恐惧的东西 所以我就对某些东西上瘾 有些人对网游上瘾 对什么东西上瘾 并不是因为真的很爱那个东西 而是因为他想忘记别的东西 制造了一种真空 就好像你其他的世界 瞬间就不存在了 就不存在了 我觉得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人 就是本能的对于瞬间和永恒的那种矛盾 我就想起来 我记得非常清楚在我九岁的时候有一天 我睡午觉醒来在家里面 然后我还记得我穿了个蓝色的毛衣 然后就坐在那里就很愣愣的 我就觉得看着那个阳光 我觉得这一刻要过去的 就是这一天要过去的 就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有这种 这一刻肯定要过去的感觉 然后包括刚才说的那种上瘾的感觉 其实就是你在那个事情里面 你就觉得这个世界消失了 你明明知道时间是不停的 像那个福士德一样 叫这个时间等一等等一等 没有人会等你一直在往前走 但是你就觉得 我有时候我也会追网剧 然后在那我就觉得追网剧的那一刻 我可以什么也不想 然后吃土豆片 然后就傻傻的 或者你追偶像也是一样 就你觉得你不用想任何其他事 这个事情你的世界 就像你站在一个悬崖顶峰 其他都消失了一样的 你觉得那一刻 似乎你像是永恒了一样 其实你知道没有 所以这个其实 就是陶在有时候也是逃避 对 没错 对 没错 我就是想说这个不叫拖延 这是逃避 那心理叫逃避 那个拖延是后来的结果而已 拖延只是表征 对 然后心理是逃避 不管是焦虑困难 死亡 那重点在于说我觉得 不管是迟到还是 持交功课这个那个 都难免 重点还是我刚说的 发生了之后 你怎么样来回应 是大油大摆 还是橘公 还是橘公 还是橘公盗 我给你补充一个细节 然后你觉得说 他的这种 正定感这个 我给你补充一个细节 轮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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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 他有一次他要给我的书写个序 我等了他9个月 然后最后一天 人家要出版了 人家要下印场了 我给他打电话 我想说 文道谢谢你啊 其实不用了 然后他在那头 然后我听到了这个 死一般的寂静 他说 我写完了 镇定吧 然后说 然后他就发给我了 还是有发 小军军恭喜啊 他还有发给你 所以你一直没有等到 我很高兴 你今天把这事讲出来 那所有我要对着镜头说 这个我手上线还有好几个序 那么看了我这个节目 各位 你们就能够了解 这个我并不是故意拖你 你看9个月 你知道9个月 我孩子都生出来了 9个月孩子都生出来 但我序也写了 好 ok的 ok的 我告诉你 身长水远 后会有气 没错 青山常在绿水潮流 我为什么要恭喜你呢 好 轮到我 ok 我以前当编辑 跟他约稿 当然无数的例子 最后一秒 过了几百秒 什么都发生 可是我碰过很多 脱稿欠稿的作家 只有唯一一个 脱了稿欠了稿 还说谎 你知道吗 人道不可能说谎 那你听听我说吧 然后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电邮 只有什么传真 facts 写完 传真 然后等他等他一直等 今天明天后天都解稿了 每一次找不到人 最后终于找到了 他说文道交稿了 咦 交了啊 我facts呢 我传真了 这样的话他都敢说 他说真的吗 你这报社也很多不同的传真机的号码 还害我真的吗 我还以为传过来传错号码找不到 结果发动整个报社的编辑师的一百个人 大家找一下每一个传真机找联文道的稿子 结果没有 结果当然就是根本没写没传 然后眼睁睁的说 咦 他很诚恳啊 用他那种呢 我们知道文道的声音很好听 那那个那个 然后就说 灰哥 咦 没收到吗 我传了 你经过还午夜 还讲了夜宿 结果没有 但是文道 据我对文道的了解 他不可能撒谎 如果他撒谎 那就是他真信了 不知道该如何 他能成功的修行 他是修行人 你知道吗 那时候还没修行 修行到了 20多年前还没这种修行 认为自己已经法了 修行是他被修理了吧 修理 对 他的修行就是他的修理 我拖试过怎么样拖 那时候在你之前 那时候在另一个报纸写稿 然后那个时候是传真 但是有时候那边边急很紧张 说搞怎么样 我就说在路上 什么叫在路上 真的在路上 因为以前交稿 还是过送稿去的 我那时候坐船到这个北角 那时候很多报社都在北角 那时候从鸿开到北角有个渡轮 我真人就在那个渡轮的下沉 是有小桌的 就在上面 一边看着还写完 然后上船说 再打电话来 刚刚有那种BB call 我给他发现的时候 我说真的在路上 然后跟着到那边报馆按门 他说你这什么时候到的 文道给了个好理由 我跟你说你们这个欠稿债欠文债的 这个理由不是撒谎 这个理由甚至你没写 都可以说在路上 因为什么呢 按照王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理论 叫行为什么知之什么 我在构思打复稿的时候 就可以说在路上 起码在脑回路上 王阳明真是圣贤 圣贤 在脑回路上 他是不是按照你的逻辑 我发稿费也永远在路上 我想人家发给你 哎 我有个美德 我从来不吹稿费 我跟你说 但是人是全面的 我们要全面的看这个文道 今天是你的批判大会 不是 往往就说拖延的时候 迟到的时候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人 他有另一种美德 就是这个叫什么呢 危难之际显身手 就是那个时候我住院了 我心脏闹毛病了 我记得他做主持那几天 我永生难忘 就文道是主动的 说文道 这个节目怎么办呢 主动说那责任就是我担了 就责无旁贷 那个时候文道整整帮我顶了 两个星期 引起观众强烈的批评 这明明是要挨骂的事 坦白讲 就是得挨骂的 就是得挨骂的 状态特别不一样 特别不一样 你做主持嘛 而且我跟讲 这必然是要挨骂的事 这肯定是 文涛是善良的人 你不知道 后来你出院回来了 他都难过 其实是他难过 他居然活过来 以为诚实 这是我 所以他永远比我道深 你知道 你在善良心地上 但是你说这个 没有 我就说他刚才说的 这个确实是面对这个事情 这种恐惧 积极的和消极的完全就是不一样 消极的我们都说了 就是你可以逃避他嘛 积极的其实市面上大把书 叫你怎样积极的对待这个事情 对不对 像那个去年还是前年不是有个 有一个人写了一本原则 那个Principles 瑞达里欧 他就是觉得 说实话我没有看完那本书 但是我看了很多对那本书的概括 然后他就说 其实他认为所有的人 都是机器 你就把自己当作一个机器去运作 你不断地修正你自己 然后就是咱们不是说五日行五身 是吧 要三 一行增子力 三行五身 义军要求自己严格 一天行五次 加两次 但是我觉得他那本书写的也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每天你要不断地去检讨 其实你做的对不对 他不断地在修正 我觉得是你怎么能真正做到 把自己当成一个机器这样 其实他这个 你真的如果 他可能我觉得是个境界 你真的是能 有些人是能够达到那个境界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日本的剑术大师 公本武藏 武藏 他就说 不管你处于哪种心理状态 只管灰箭砍杀 就是你完全把自己人的那种小弱点 就是都泡到一边 你做事情的时候就是心无旁骛 就是你该做的事情 我来忏悔一下 我为什么会这么恶名糟糟 对不对 你的事太多了 对 我想说一个 最重要我发现我的根本问题在哪 其实不在我拖延 我试试 我猜一猜 你的根本问题在于 你不懂得拒绝别人 他太了解我 我就说你超窄了 你答应的 谁他就是谁找他 他都答应 然后我每天只睡四五个钟头了 都已经就看不完 就我拖的那么厉害 就是真正事做不完 所以他拖延又是一种情况 所以很多元的 但是文道翻过来说 就是说我因为什么病就找药 我听过一个外国心理学家的一个演讲 他讲 他说首先被拖延症所苦的人 你们先不要自卑 拖延症并不见得是不好的 因为你最终是要在实现之前完成的 你不能不完成 对吧 那惩罚等着你 不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拖着拖着 其实我是等那个事情自己自动消失 他会没有的 这也是一种中国人的适缓则员 有时候自己消失吧 但有时候等不完全是负面的 他就说很多天才型的人物 很多特别牛的设计出于拖延 他就是说因为他研究了很多案例 他说很多时候比如说尤其是创作型的工作 你就是想不好 你就是想不出来 就那种东西就使得你 有些比如说文人对自己要求非常高 这个开头怎么都想不好 想不好就逃避 可是你也不完全了解你的心理结构 你在逃避的时候 也许你内心的某一个部分在艰苦的构思 他就是说好多这个出人意料的点子 是拖到最后一刻 咱就讲的什么挨兵必胜 至之死地而厚生 就是你看很多时候 比如说你这样我这个主持人 有时候觉得想不好一个开始语 去主持一个活动 想不好一个开始语 其实你是把它抛开了 我不要想他 我干点别的事 我想逃避他 逃避他 但是最后逃避不了上台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到最后那一刻了 那个紧张感来了 肾上腺素 那真叫一种扶植心灵 对吧 一下子就在你上台前一刻 其实这个副稿在你不知道的一个潜意识里 可能一直在打 所以这位心理学家他首先说你不要自卑 他说因为有一些拖延 实际上你心里是在等待 等待那个灵感 你之所以拖 往往有些完美强迫症的人 你不肯放过自己 你就拖拖拖 他说这个但是实际上你拖的时候 你的心里仍然在运作 你看还有一种人就按部就班 对吧上手就做 他有的时候呢 也许做的东西就是就叫按部就班 往往他说很多这个出人意料的灵感 是你把你自己给压到了一个程度之后 突然迸发 要压力来 当然他是说 首先他是用这个安慰你 就是说你不要觉得是个毛病